妹 有什么要我做的没有 什么的 什么的 有什么男女的 男生没有了 就玩了 你去睡觉 去睡觉是吧 现在在我越南丈母娘家里面 在越南女孩子很多 做饭的时候都不要男孩子插手的 这个是我老婆 这个是我丈母娘 这个是我三妹 走 打个招呼 他们现在在做晚饭 等下给大家看一下在我丈母娘家里面 今天晚上吃什么 丈母娘平时的爱好就喜欢种花草 这一次过来看到她种了一些丝瓜 看一下丈母娘要不要在院子里面种菜 到时候把它整一些种子 这看起来很舒服 越南过年的时候就往门口摆放这个菊花 可能是迎接新春的意思吧 每家每户都会买很多 年前的时候 年前的时候他们就大量的种植这个 带大家看一下新春的装饰 他们要把糖味摆放的特别的漂亮 看一下这个果盘 各种水果 西瓜上面有福 可能他们很多都不知道中文的意思 就是百合 百合 我老婆回来的时候 买了一个这样的底包 他们很喜欢买这种东西 把这个饼干啊 零食 抽在一起 做成一个底包 到节后的时候才拿出来给小孩子吃 这些都是节后才能吃的 今天是农历二十九 在国内是除夕 不知道在越南是啥 老婆你问一下他们今天是什么日子 WIN 没有算节的吗 没有算节 那明天呢 每天天 明天三十二九十二点 全家去看鞭炮 全家去看鞭炮 你们越南不是国家禁止放烟花吗 明天国家 明天在越南的日子就是他们村里面 由国家都会放烟花 然后村民全部去马路上面看是吧 那你们这拜年是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比如说祝福爸爸妈妈呀 我们是初一 一号请展备拜年给小孩红包 在中国的年红红和年红和年红 离世给妈妈,给年红和年红 是一号吧 是一号 那一号再跟妈妈拜年 一号再跟妈妈 吃饭吃饭吃饭 现在吃完饭了 他们姐妹就在一起打牌 叫我玩我看不会 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 不知道他们玩的是什么 老婆 就是妈妈家只有两个房间啊 这么多人我睡哪里啊 我们睡那个房间 妈妈睡那个房间 那他们怎么睡呢 他们那睡第三 为什么这样啊 因为我是老大了 在越南还有这样呢 是呢 就老大才可以睡卧室 嗯 其他弟弟妹妹要听老大的 对啊 我操 带你们去看一下 这个是我妹夫 就睡在这个船垫上面 然后这个是我指侠 指引睡在这个卧室 这边这个卧室 就是站不亮 一个人睡在床上 已经睡着了 这个就是越南普通家庭的生活 一般的家庭 都是建两个房间 当然也有少数的 就是有钱的家庭 才有很多房间 那越南它一般都是很多儿女的 然后还有带老公啊 带孩子 根本就没有办法睡 只有长女 要么长子才可以配房间 所以你们要交越南女朋友也好 一定要先问她 你在家里面排行第几 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啊 要说他们穷吧 也说不出那个味道 他们吃得很简单 住得也很简单 但是他们很喜欢带这个环境首饰 看一下我妹妹哈 这个 这个 刚才包有点 刚才包有点 没单酒 没单酒 刚才 没斤酒 刚才 没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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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还酒 刚才 没还酒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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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酒 全身加起来差不多2万能币的环境 看一下我老婆 你这个多少 7万能币 也剩2万能币 我这个三妹我来看一下 三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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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多少钱 多少 他手上的耳朵上脖子上一共是2500万 阿伦老公是今天过来吗 到这里啊 今天在这里过年吗 他不在他爸爸妈妈那边过年吗 就越南嫁出去没有一定规定要在公公婆婆家过年啊 要公平 要公平 讲究公平 今年他 明年他两边跑 所以今天我跟他们说嘛 我说今天我家里跟他们说好 开心嘛 我今天我去那边跟母公公 等下凌晨两点 二妹的老公就到这里了 今年也在这里过年 越南生活给我的感觉就是随随便便 没有那么多规矩 如果放在国内的话 这么样安排你睡地上的话 那就代表着看不起 马上就得提通跑路了 所以在越南生活就是尊重越南的人文 不要去计较那么多的东西 那样会生活的很累 今天就把这些他们这里的习俗分享给大家 一些生活方面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